据悉,2006年,一部讲述中年男女婚姻生活的小剧场作品,曾在北京人艺上演。 这部当年由前青年演员阵容出演的作品,在十几年前曾引发了一阵颇为热烈的探讨。 时隔十几年,原班人马将续写《性情男女》再次演出,主创团队也明显将有更多的心得体会与想法。 十几年的时间,所以让曾经青涩的他们成家立业,为人父母,再返回头来审视剧中的这段关系,体会也无疑愈发深刻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哦。